大家好,我們今天要做的今天是眼流試驗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眼流試驗的水槽 這是我們所做的眼流流礦的水槽 我們就來看看眼流流礦的水槽 好,那首先實驗的第一步我們會把它打開 把它打開,把這個實驗水槽注滿水 那為什麼要把這個實驗水槽注滿水呢 主要是為了我們要定水頭,定水頭高度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水頭高度它會穩定在這個地方 對,不會下降,不會上升 對,要注意的地方就是 等一下我們在控制眼流流場的流量的時候 必須注意就是我們的流量不可以過大 導致它的水頭往下降 對,那也不可以流量太小 導致我們無法觀測到水槽 對,那其實什麼是水槽,等一下會解釋 好,再來,剛剛要談到流量的東西 那怎麼量去我們現在當前流場內的流量呢 就是看到這個地方 對,當我把 對,當我把 把門關上的時候 對,等到水位開始緩緩上升之後 對,等到水位開始緩緩上升之後 兩序,固定的區間計時 對,然後取三段區間的時間做平均 對,然後取三段區間的時間做平均 屬於水箱的前面機 我們就可以得到 流量 對,大概是這樣 好,那 那,接下來我們介紹一下 我們會用到哪些時間計時 首先第一個,我們會用到不同的鹽板 那,鹽板呢 塑膠的這種壓克力的鹽板 主要有兩種 一種是低眼 也就是這裡比較窄的 一種是高眼 高眼現在已經裝在上面了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下面是比較高的 對,好 那 這是高 低眼跟中眼 對,好 再來 眼口也有分不同的形狀 裝在上面的這個是矩形眼 大家可以看到它就是一個矩形 對,那我手上 拿的分別是 30度的三角眼 跟45度的三角眼 對,那等一下我們也會分別 用這兩個眼去做 眼流觀察 好 那,實驗距離大概就好在這邊 那接下來 我們會講解一下實驗步驟 首先 我們實驗分成三個部分 分別用 高流量 中流量 跟低流量去做 那 三個流量呢 取的數據不太一樣 首先在高流量的部分呢 我們會用 我剛剛提到的 低眼 加上矩形眼 為第一組 眼板 第二組眼板呢 會用中眼加上矩形眼 第三組眼板呢 我們會用 中眼 加上矩形眼 然後 要把這一個東西 放到水槽裡面 放到水槽裡面 把這個東西放到水槽裡面的目的呢 是為了 讓水流的速縮效應被減低 對 所以我們會把 這兩個東西 貼起我們的眼口 對 那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水流就是直接這樣一線過來的 對 它就不會有兩邊的水流往內速縮的現象 對 那這是第三種舉行 好 接下來 第三把這個拿走 所以 接下來第三種舉行呢 我們會把 矩形眼 卸下 裝上 45度的眼板 齁 然後 第五種 把45度的眼板卸下 裝上 30度的眼板 那這是在高流量 我們會做的 五種 五種不同的 眼板的 案例 好 那 接下來我們已經知道 我們要做的 哪些情況了 那我們要量水的數據有哪些呢 首先 在 過眼板之前呢 我們會 三個點 三個點 去量到它的水位高度 對 那 以這個方向當作X軸 那 水 水底到 水面這個方向當作D軸 對 那以S D 做2D的平面的圖 對 那所以 我們會用鑽尺 好 定義我們所在的X的位置 看這條線 X的位置 定義完之後 以針子去量取 底面的 毒素 跟水面的毒素 那再用底面的毒素 減掉水面的毒素 就是我們的水位的高度 那這就是我們量取的Z值 那 在過眼板之前呢 我們會舉三個點 1 2 3 分別紀錄它們的水位高度 對 然後 在 即將通過眼板的時候 還會在兩側一個點 對 那一樣是紀錄它的X的位置 跟它的Z的位置 對 好 然後接下來 往這邊過來 大家會看到 這就是所謂的水蛇 它就是水 通過眼板之後 會產生一個像蛇頭的東西 對 那在水蛇的部分呢 我們會主要舉三個點 第一 在水蛇出現的地方 比如說這一個點 或者這一個點 這裡 或者這裡 對 大概 平均把整條水蛇 分成三段 然後 第一個點 量取 水位的高度 一樣把針子往下放 碰觸到水面 之後 紀錄它的X軸 跟它的Z軸 對 然後再往 右一點 再紀錄 水蛇 區域間的第二個 X軸跟Z軸 然後 最後我們會記錄 當水蛇撞擊到 撞擊到底盤的時候 它的S軸跟Z軸 對 那這是我們一組眼板所會記錄的7個數據 對 總共會有 1 2 3 4 5 6 7 7個數據 OK喔 好 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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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示範如何 更換眼板 更換眼板 大家有看到 這一個裡面的四顆螺絲 是用來 固定 這一個我們所謂的 控制眼的形狀的 那外面的這四顆螺絲呢 是控制壓克力的 所以我們可以 鬆掉外面四顆螺絲 把壓克力的眼板 換成低的或中的 那中架裡面四顆螺絲呢 可以改變它的眼的形狀 好 我現在示範一下 我們現在 剛剛已經量完了 矩形眼的7個數據之後 在高流量下呢 我們會希望 再做 45度三角眼的 跟30度三角眼的 所以我現在先換上 45度三角眼的眼板 現在可以看到 這就是45度的 45度的三角眼 好 那一樣 把它裝上去之後 把螺絲鎖上 好 好 這樣就完成了 岩版的更換 對 那在進行下一組 數據的量測之前呢 有一個地方要特別注意 就是 當我們在進行數據量測之前呢 我們要確保 它已經達到平衡 所以可以等待個 一分鐘或兩分鐘 好 發現它的水蛇 沒有再明顯的變化之後 我們再開始進行量測 以確保 數據的準確性 對 那 換完三角眼之後 一樣重複剛剛的步驟 量測7個點的數值 再 更換另外一個三角眼 再量測7個點的數值 對 那高流量呢 我們會做五組數據 剛剛已經說過了 第一個是 低眼的橘形眼 第一眼加上橘形眼 第二個是 中眼加上橘形眼 第三個是 中眼加橘形眼 然後沒有速縮現象的 然後再來是 有速縮現象的 中眼加上 30度的三角眼 最後一個是 中眼加上 45度的三角眼 那這是 最高流量的時候 我們會做的 五種不同的數據 OK 大家有了解嗎 再來 我們會 把流量降低 分別在做三組 那這三組都是 中眼矩形眼 中眼加上 30度的三角眼 中眼加上 45度的三角眼 這三組 不同的演版 去做 流量水位的觀察 對 那 中流量 做完之後 我們再做低流量 對 大概是這樣 對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